视频中的这位男士 就是我口中的财哥 我的视频大部分都是财哥帮忙拍的 没错 他就是坐在我副驾驶上的那个他 财哥并不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他是因为腰椎 肩盘突出严重 这几年一直在努力康复和治疗中 但是收效甚微 他的腰疼最近这几天变得又严重了 躺在这个卧铺上连翻身都翻不了 也不能下床走路 现在这是在贵州人怀 当时我的车正在卸货 他就弯了一下腰去捡东西 突然就发作了腰疼的病 停车场里有一个帅哥看着他疼得难受 就开着他自己的车 带着我们到这里来做治疗了 那时候他全身都不能动态 我就和那个司机我们两个人 就把他是几乎是架到那个小车上去的 然后才勉勉强强的拖到这里来做的治疗 你们说就他这种状态 他能帮我干活吗 他不光不能帮我干活 我还得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说句难听的话 他躺在车上想要大小便都很困难 每次躺在卧铺里想要坐起来的时候 我就需要就让他搂着我的脖子 运尽全身的力气 我才能把他扶起来 他疼得浑身难受 我除了就是能这样照顾他一下 别的啥也做不了 他的腰椎和肩颈的问题已经有好几年了 虽然说这几年哈 就因为他腰疼的毛病 我们两个人开一台车 我也知道他的腰椎不好 然后车上的重活累活 我都尽量不让他干 才哥他也有已经将近三十年的驾龄了 开车的技术也特别好 但是因为这个职业病哈 他现在就每次开车最多 也就能开个一两个小时 如果说他坐的稍微时间长一点哈 他的手啊脚啊都是那种麻木的状态 你们说他的身体已经这样了 我总不注意说 把他再累残废了吧 你说他残废了对我有啥好处呀 是不是 所以我每次都心疼他 让他少干活 那不是也为了给我自己留一条后路吗 我们两个人以前是一人一台车闯天涯 这几年就是因为才哥的身体不好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才变成了现在两个人开这一台车 虽然呢我们两个人都是货车司机 但是我们也是一对平凡的夫妻 我们肯定要相互照顾才能共同承担起这个生活的重担 养家户口的重任哈 你说我看到他那么痛苦 我真的心如倒角 所以每次车上的活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干 才哥他不是偷懒 是他确实身体欠佳 不允许他这么干活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一下我们的处境 我知道我每天发的视频可能有的粉丝不太了解 所以就对我产生了误解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靠这个网络来博取大家的同情和眼球 因为我在还没有开始使用广泛使用手机的年代 我就已经在开货车了 所以玩网络也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的 虽然说我开货车确实过得很艰辛 但是我觉得我靠自己的双手努力的去赚钱养家糊口 我没觉得我丢人了 我也没觉得我比谁差 所以我就更不需要博眼球来吸引大家 更不是为了追求网络的这个热度 我只是希望就是在这个网络上记录自己的卡车生活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能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作为货车女司机真的挺不容易的 但我也有我的坚强和我的担当 我相信只要我们夫妻两个人同心协力 一定能够斗过这个难关 感谢我亲爱的粉丝们老铁们 你们是我最大的动力源泉 每次看到你们的评论点赞 我就感到无比的 感谢我亲爱的粉丝们 我感谢我亲爱的粉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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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谢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小样 我现在在贵州排队等着卸货 前两天我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了 财哥腰椎键盘突出的视频 没想到会收到这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热心粉丝朋友们的关注和关心 大家给提供了治疗建议 分享了很多宝贵的经验 甚至是你们的关心和鼓励都让我深深的感动 每一条评论和私信我都有收到 只是我一个人每天在忙着经营这辆大货车 还要操心着家里的事 属实精力有限 所以没能一一的回复 可感谢大家 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 对不起了 希望大家能给予我多一点的理解和包容 大家从五湖四海发来的关怀和热心的治疗信息 为财哥找到了新的希望 也为我们的家庭带来了新的可能性 现在财哥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湖北实验 在医院住院做治疗 我的车依然在正常的运营当中 因为我的全家上下都指着这辆车的收入过日子 所以我也不敢任性的把车停下来去陪伴财哥 不过好在家里有我爸妈和我的姐妹们在身边 他们也会帮忙给照顾着财哥 所以我才会安心的在外面跑车 虽然以前这个车也是我一个人在跑 但是最近几年 因为那个财哥他生起的原因 我们两个人就经营了这一台车 我们在一辆车上相互陪伴照顾 早都已经习惯了彼此 突然之间他又退出了 我又变成了一个人在跑车 因为以前一个人跑车的时候 就是也没感觉到说有什么不习惯的或者啥 这两天突然就从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了 在路上跑着就感觉 就是总感觉怪怪的 好像总觉得心里少了一点什么 所以我也没怎么拍视频 有的粉丝朋友说 给我发的那个私信啊留言啊 我都没有回复 就问我是为啥 确实是因为我一个人搞车经历有限 心里的事也比较多 弄得我焦头烂额的 所以说希望大家多多担待哈 今天发这个视频也是想要表达 我对广大粉丝们的感谢 谢谢你们的善良和热情哈 你们的温暖和鼓励的话语 也让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虽然无法用更好的方式 来表达我对大家的这份感激之情哈 但请大家相信 我一定会将大家对我和才哥的这份恩情啊 铭记在心 我期待你们继续关注我的卡车生活 也期待有一天 如果有机会能够回报你们的善良和帮助 愿每一位的粉丝朋友们都能够被生活温柔以待 也愿我们都能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道光 再次跟大家说一声 谢谢大家了 感恩有你们 爱你们哟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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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